大家好 我是三秒邪猫持枪上岗 最近俄罗斯发生了一件大新闻 让乌克兰的反攻都黯然失色 那就是瓦格纳的雇佣军 在弗里格金的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之下造反了 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瓦格纳声称是俄罗斯自己用火箭 去袭击了瓦格纳的军营 造成了几十名士兵这样的死伤 我们对此非常非常的愤怒 对不对 本来俄罗斯国防部跟瓦格纳 就彼此之间看得不顺眼了 那么这个火箭弹袭击是不是真的 那么普里格金完全可以有动机 说它是真的 您应该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瓦格纳的这些军队 调转枪口杀回俄国 说边境的这些边防就像兄弟一样拥抱了他们 而且除此之外 这个瓦格纳 这个普里格金还发表了声明 说那个真正的爱国者就应该团结在瓦格纳的周围 等等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据说还击落了一架俄罗斯的卡五二武装直升机 也不知道这是这的第几架卡五二的 但是如果这一架真的是被瓦格纳打下来 这飞行员非常非常的憋屈啊 俄国的内战 眼看就要上演了 那当然 直到目前普里格金没有说对普京总统说什么 他说俄罗斯 莫斯科 迪赛莫斯科所有所有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些官员都是重制 所有所有的普里那个谁 少依谷格拉西莫夫这些人都是一些国家的著宠 为什么要发动乌克兰战争 只不过是少依谷想给他的这个军服上多添那么一个勋章 看见没有 还不是来给我凶毛爬架呢 对不对 到时候我给他个猫毛 对不对 比这个勋章可能要更好一点 哎 谁知道呢 想不开嘛 所以说一定要去把这些小人给揪出来 拿着这句话 阁下跟这些重制在一起 俄国怎么会好呢 那看到这一幕很多人就会脱口而出三个字 清军策 这是中国的古代 如果这些人要发动政变夺权的时候 一个标准的操作 什么呢 陛下 陛下 您的周围 陛下 您的周围有小人啊 对不对 一定要把这些小人给揪出来 就像揪猫猫一样 把这些小人给揪出来 这样的话 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呀 对不对 这个叫做清军策 名义上 我不反皇帝 反贪官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古代的这种专制社会下 我再次强调一遍 不要把俄国和某些国家当成一个正常国家 他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这种独裁专制的国家是什么特点呢 这个路易十四当年的法王说过一句话叫正极国家 对不对 那正既然是国家了 你反对这个国王 反对皇帝 那不做胖国吗 当然不可以啦 对不对 当然那个路易十四 后来的那继任者路易十六是脑袋怎么没的 这个可能您比我还清楚啊 总之 当然不能去反对皇帝 反对这个俄罗斯联邦总统啦 清军策 武夫一娃 格拉西莫夫 邵伊古这些人 都是混蛋啊 对不对 你看这个中国西汉的时候 那个七国之乱 当时打的那个口号叫什么 清军策 诸朝措 对不对 那汉景帝当时也慌了呀 好吧 你们既然要杀朝措 我就把朝措给杀了吧 对不对 但是七国还是不肯罢兵 对不对 那么有个周亚夫嘛 也不知道这次啊 普京会不会说 哎呀 为了堵住这个 普里格金的嘴 对吧 你既然要清军策嘛 我把这个格拉西莫夫 跟邵伊古给砍了 给剁了 至少先给撤职了吧 哎 这个估计是不可能 因为普京已经打心眼里认定 这个啊 普里格金是叛军了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看到了后来最典型的 那个朱棣 静难之役 也是打着一个清军策的旗号 到后来建文帝不知所忠 所以朱棣只能忍痛 集了皇位 只不过他这种集皇位啊 让这个谁 让这个方孝儒去给他写招书的时候 出了一点点小差错 你包括这个中国五代十国那会儿 那个后唐是怎么灭亡的 也是清军策呀 李从柯跟这个谁 石敬堂 他们俩一起清军策 把后唐的末地给干掉了 这清军策怎么清着清着 把军给清掉 标准操作 标准操作 然后你再比如说这个 到后来什么后洲代汉 也是清军策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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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日本战国的时候 所谓的上落 这个也是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看啊 有人总会说 这个普京大帝啊 对 直到现在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些人 对普京大帝还在那坐地排卵 还在那边觉得说 这场战争打出了什么 人道主义战争 觉得普京大帝是担心竭虑 这个劳苦功高 是俄罗斯的特别牛叉的一个人物 而且是他是真的在下大棋 下大大棋 你们不懂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 还有没有人这么觉得 但是啊 普京这次事件当中 他的所作所为 可以说 即使作为一个全谋家而言 都很难合格 对吧 普京过去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好过 但是全谋做的很不错 所以说他能够在国内震慑住各种各样的反对派 他呢 也就做了一届又一届 但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他的整个的全谋水平也在越来越下滑 越来越到数 对不对 整个的瓦格纳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 对不对 整个的俄罗斯跟乌克兰战场上的这种局势是什么样 可能他真的已经不了解了 他说击毁了两百多套海马斯系统吗 他已经不了解了 也不想去了解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作全谋的这种智商都已经急剧下降 到了后来 对不对 瓦格纳明显就已经有伟大不掉的趋势 而且瓦格纳的普里格金我印象中没错的话 好像是时间进入2023年之后 他屡次在telegram上发表讲话 而且是抨击国防部 你要知道如果在西方国家这个军队啊 出现这种不利于团结的事情 肯定是要被第一时间撤职拿办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当年麦克阿瑟说了一些话之后 杜鲁门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最终还是把他给撤职了 连麦克阿瑟那样的人都不能够去带着驻日美军去清军策 杀了华盛顿夺了那鸟位的杜鲁门能当总统 我麦克阿瑟麦拉帅当不得了 天皇都得给我聚工呢 难道五个都不能啊 美国总统吗 说给他解职 就给他解职了 但是你看瓦格纳这边是完全做不到 普京是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一点啊 对不对 毕竟是个小兔子出身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用作政治斗争的智慧 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是拙劣不堪 然后在他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下 俄国现在正式开启的一个乱世 运气好一点 可能这个几天之内这个兵变可能会有一个结果 那么运气不好 这就是一个俄罗斯长期混战这样的一个开始了 对不对 那这个如何收场 咱也不敢说 但是直到现在啊 这个弗里格纳还在说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俄罗斯 清军策 对不对 他我说过不必要打到莫斯 他只要控制住罗斯托夫 这一个地方就足够让南线和克里米亚的俄军 非常非常难受 最后的俄军在这个地方也不得不向乌克兰投降 那怎么办呢 这乌克兰战争怎么收场呢 对不对 那这些奸人 那普利格金真的是要打他们吗 恐怕未必 普利格金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一搏 对不对 如果把我逼得太急了 小心我会咬人的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清军策也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这样的一个口号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代人啊 见证了历史 真的见证了历史 我们可能会见证历史上一切一切的清军策的这种行为 到底是怎么回事 顺便说一句 那个安史之乱 很多人是说那个 这次普利格金 普露山 以前都管那个卡德罗夫叫卡露山 普露山 这次要清军策了 对不对 因为安露山当时打的也是清军策的幌子 是要干掉杨国忠 等等等等 对不对 那么普露山这次要清军策了 看看接下来这个鱼羊皮骨洞壁来 惊破露山鱼羽 谁是谁是杨玉环 咱也不敢说 但是您说这普京 他这是是俄玄宗吗 对吧 那个可能您来定吧 行 这个清军策咱们就聊这么多 说白了 这就是古代兵变的标准流程 标准节奏 而现在一切又是历史重演 又是那么的熟悉 直到目前还没有做出很多脱节历史的事情 只不过这次闹得很大 他就是这个安史之乱 庞勋之乱 226之变等等等等 这些的一个合体 对不对 安史之乱是将领造反 庞勋之乱是乱兵杀向了腹地 那么226这个您比我可能更懂 所有的这些因素加起来 这就是现在俄国要面临的这样一个东西 且看您眼中阴影神武的普大帝 如何收场吧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小伙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